我记得我们去年就是上一次在南非召开的金砖峰会 我们专门做了一期谈这个金砖的 就当时呢就是西方他非常焦虑 究竟金砖会不会扩大 他们当时觉得不可能扩大 然后万一扩大呢谁将包裹进去 后来扩大这么五个成员 他们很震惊 后来我当时人在南非 我接受南非电台采访 我就讲了一个观点 我说我们中国人讲货币 或者美国人叫货币战争 这个俄罗斯之所以对乌克兰这个冲突 它能够坚持到现在 而且逐步逐步占上风 一个重要原因是 它把美国强加给它的货币战争 变成了货与币的战争 我有货 你有币 你的币买不到我的货 那么西方为什么害怕 这个金砖扩原十个成员 因为这个十个成员手中都有货 这是不得了的 就是你看他们所占有的自然资源 粮食 石油 天然气 加上中国的制造业产品 几乎都是将近世界一半左右 十个成员就占到将近一半左右 然后你再看这十个成员的GDP 现在如果根据购买力评价 早就超过G7了 大概36%左右 七国计它是30%左右 那么所以他们就很害怕这个 那么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你看我们习近平主席 这次在这个峰会上的这个主旨演讲 它里面讲的是全球南方 共同迈向现代化 这样讲的 从这个角度来审视金砖的作用 等于我们是十个国家 是全球南方的领头羊 虽然这次没有扩大新的成员 但你看它现在机制里面 可以有伙伴关系 它叫Plus加 那么一半左右都是国家元首 这是很了不起的 所以我想金砖机制的这个存在 也可以让发展中国家 它的这个资源 它回归到本源 回归到它本身的这个力量 既然已经说到货与弊 我也想问一下金老师 您观察这个金砖机制 那么多国家 包括它的更广大的 外围的朋友圈的合作 从这个贸易的角度来说 这些资源之间 是不是有很强的互不信 是这样的 就是它机制挺多的 它有那个财长 央行行长 商界 智库 文化交流 其实挺多的 它最有成效的 其实是金融 就是产生了金砖银行 也叫新发展银行 现在这个行长 罗塞夫 巴基前总统 另外很多人不至于 他其实还设立一个 叫储备基金 只不过就没有用 因为这几年没有遇到 特别大的危机 就没用 最实在 其实是金融这块合作 刚才张老师讲得很对 货其实比币重要 咱们金砖来现在货很多 但是过去就挺受欺负的 有货 人家西方掌握了币 所以我们在金融方面 就已经展开一些合作 如果就以后 能够推出那个 Bricks Pay 就是金砖支付系统 那我们就更主动一点 我们货物的价值 会更高一点 所以能不能这么说 就是金砖呢 有它的优势 但是也有它劣势 现在我们要扬长必短 所以要在货币合作方面 再多下点文章 如果我们货币权上来了 把我们货物本身的价值上来了 从利益角来讲 对金砖国家都是很有利的 实际上里面最关键就是 大家有一个共识 这共识非常之重要 就是大家都不喜欢 现在这个我们叫Unipolarity 单极国际秩序 或者美国主导的 单极世界秩序 这秩序极不公平 普京非常明确 我们要推翻这个 美国为首的 主导单极国际秩序 这个在全界南方国家 得到广泛的支持 大家都觉得要建立一个 多极化的秩序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